总算处理完了 要快点跟上去才行 旅行者 你来得正好 我正在和我的朋友们追踪一种名为大和妖的强大妖怪 当然是我的那几位朋友告诉我的呀 据说他妖力高强 一直在盗窃的野外肆虐 只要看见偷偷跑出去玩的小孩 就会回来 过去捉弄他们 比如偷偷地把孩子们的鞋带系在一起 把泥土和草根挂在树上变成果子 骗孩子们吃下去 有时候 他甚至会派出手下的小和 变成孩子们家长或者老师的模样吓唬他们 哎呀 这种恐怖的妖怪 可不能放任他为祸四方啊 哎 如果你有空的话 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会会这只大和妖 哎 你也认识小公小姐 那可真是巧了 不过 现在可不是说闲话的时候 小公小姐她们正在前面追踪大和妖的踪迹 我还要为她们守住后方 免得那只大和妖恼羞成怒 从背后对我们发动奇袭呢 大和妖恼羞成怒 大和妖也不在这里 小公姐姐 她 她真的在附近吗 那 那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她的地盘了 我 我有点害怕 别怕 我们有这么多人 而且还带了好多烟花 该害怕的是大和妖才对 对 达达丽娅哥哥也在后面帮忙电后 没什么好怕 小公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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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达丽娅哥哥 大和妖来了 没事 是旅行者了 上次的那位大哥哥 不是大和妖 对呀 大和妖现在活动得越来越猖狂 就连白天都敢去捉弄人了 不仅涂改了严妖的作业 让她在学校里难堪 还偷走了彩香的零食 弄坏了松板的玩具 所以我们才和小公姐姐来这里 准备把大和妖彻底赶走 你说她呀 她 她是我请来专门对付大和妖的专家呀 烟花只能把大和妖吓走 想要真正打倒她 必须要真正的专业人士出马才行 达达利亚哥哥可厉害了 她打倒魔物的时候 我都看不清她的动作 就听见 咻咻咻几声 魔物就全都倒下了 唉 要是达达利亚哥哥 能教我几招就好了 等达到了大和妖 我们再一起去问问她吧 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找到大和妖行动的痕迹 再找到她的巢穴 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和她决战了 没错 我们就一起去打倒她 噓 小点声 别让严肤他们听见了 那个叫做达达利亚的人 是愚人众执行官 对吧 硕四郎之前和我提起过她 还有 驴月缸里发生的那些事 我知道这个人很危险 但她不仅救了严肤 就和孩子们玩成了一片 还兴致勃勃地 答应帮忙找大和妖 我听人家说 愚人众不应该都是那种 既可怕又危险 光是看一眼就让人想要远离的人吗 这位达达利亚先生 一直都很照顾孩子们 而且还和他们很认真地讨论 大和妖的战斗力 在我看来 达达利亚先生对彩香他们的关心 不像是作假 在孩子们看来 她应该也是一个很可靠的好人吧 我觉得 无论达达利亚先生的身份是什么 她现在正在做着好事 那她就理应得到做好事 应有的对待才是 不过你放心 我还是会对她提高警惕的 绝对不会放松 谢谢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大和妖也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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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和妖也不在这里